你敢相信吗 这个女人竟然有七个爸爸 母亲临终前告诉她七个爸爸的名字 七个爸爸风华绝代 是全球首富 是定级影帝 是学术大佬 是神秘世家 我去 你看见没 前面那牛 穿得也太土了 这他妈是山里头来的吧 你们好 请问你们知道从这怎么去金融去吗 坐 坐公交车 45路和32路都到 好的 谢谢你 老大 你让我查的那七个男人的资料查好了 我现在就给你加密发过去 好 不过不是我说 老大你搜这几个男的干嘛 虽然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佬 长得也帅 可年纪也差你太多了 你这口味也太重了点吧 鬼你的 我是在找我爸 嗯 三天前 苏洛的母亲去世了 那个臭美了一辈子的女人 到死之前终于牵着她的手 说出最后的叮嘱 小洛 你问过我你爸爸到底是谁 我以前一直不可回答你 可今天妈妈快要死了 就告诉你实话吧 我隐约能记得七个人的名字 所以你去S城找他们吧 去看看到底谁才是你的父亲 妈妈脑子里长了个瘤 在生他之前就有了 熬了好久最终还是没停过去 你帮我用这几个人的资料跑一遍 就能分析出这七个男人 谁最可能是我父亲 好了 结果我给你发过去了 顾凌峰 顾凌峰 拿 H国最大财团封药集团的当家人 全国首富 作风很辣果决 是让H国总统也都鸡蛋的大人物 来了来了 顾凌峰的GPS靠近你了 大概还有三分钟就会出现在写字楼大厅 知道了 你好小姐 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我是来找我爸爸的 姐姐你能帮帮我吗 爸爸 在风耀总部上班的都是精英 女儿怎么可能会看起来那么 村 请问你爸爸的名字是 顾凌峰 你们集团的总裁 主 小初 我们去办公室好好聊聊这次的合作 顾先生谬赞了 如今持家重新回到一起我发展 很多地方需要顾先生照顾 客气了客气了 能和持家合作是我的荣幸 我没有说谎 他真的是我爸爸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怎么回事 顾总 是有个小姑娘说来公司找他的父亲 找父亲 是哪个员工那么没分寸 女儿都找到公司来了 那小姑娘说他的父亲是你 什么 这年头的骗子真是越来越敢变了 我的闺女都敢假扮 做 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个胆子 你们放开我 我没骗人 我爸爸真的是顾凌峰 我是你爸爸 可真好笑 那么大个闺女 我怎么自己都不知 赶紧出去 不然我们就叫警察了 说着他们就拽着小姑娘想往外走 可没想到这时 你们干什么 放开他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的妈妈叫苏苏雪 抱歉 突然出了这种家务事 没法好好招待你 不碍事 这也是意外之喜 我可以在会议室等一会 好好好 我安排好马上来找你 孩子 我叫苏苏 苏苏是吧 你妈妈呢 你妈妈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 妈妈她 她去世了 什么 苏雪她 怎么可能 她 她是出了什么事 是脑癌 好像在怀我的时候就得了 能拖那么多年已经是奇迹了 最终还是没熬过去 脑癌 原来是这样 当年是因为脑癌 她才突然不辞而别的吗 我还以为 她 是我的错 我竟然都没发现她生了病 我还以为她是自己离开的 如果我早点发现 就可以给她找更好的医生 传闻这个男人心狠手辣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成功将互加从一个养养抑制的传统公司 转型成高科技公司 一口气爬上H国首付的位置 不过幸好你还在 路 你放心 爸爸一定会替妈妈照顾好你的 顾总 不 顾叔叔 你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虽然你和我妈妈可能以前在一起过 但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做个亲子鉴定吗 不用 你是速学的女儿 就一定是我的女儿 这绝对不会有错 我现在就让秘书去准备一个盛大的宴会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顾凌峰的女儿回来了 我们顾家有继承人了 等一下 顾总 我觉得这事不是太快了 要不你还是在确认下 当然不用 你爸不是我 难道还可能是别人吗 是有可能了 而且还不是一个可能 而是有其他六个可能了 但苏洛不太好意思说 因为其实他也摸不透 妈妈临终前说的这七个男人 到底和妈妈是什么关系 路 我先让人送你回家 我这里处理一点事马上就回来陪你 不好意思 让你等那么久 顾艳师 你女儿回去了 是啊 当年他妈妈怀孕突然离开 后来就下落不明 没想到如今女儿总算回来了 那恭喜顾总呢 可不是吗 说起来 司成啊 你有女朋友吗 顾总怎么突然问这个 是这样 我看你和我女儿岁数也差不多 所以我在想 不好意思 顾总 我们少爷 另爱的确很可爱 但这种事还是先问问女孩的意见 不急不急 这种事关键还是看你们年轻人 刚好明天我要给洛洛安排一个宴会 不如你就来当她的男板 你们也正好趁这个机会相处相处 荣幸之志 少爷 你怎么会答应顾总的建议 这不是您的风格呀 你觉得那小丫头今天遇见顾林峰 是小河吗 应该是吧 她不是还拿着行李药 看起来是刚来的S层 我不觉得她出现的时间太精确了 准确的仿佛被计算过 你也是说 那丫头不简单 所以我想看看 她到底想干嘛 我去 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航门都应该特别紧是吗 我以为你今天会被直接丢出来 怎么他们直接就认下了 苏洛在来之前就看过顾林峰的资料 知道她事业有成 英俊成熟 可这么多年来却一直单身 现在看来 她可能真的一直没放下苏苏雪 就连住的这个院子都叫学院 但她真的就是她的爸爸吗 苏洛不太确定 还是得做个亲子鉴定 我今天在办公室里偷拿了她的头发 我会把她跟我的头发一起送去鉴定中心 等结果出来就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父亲了 她不是已经给你安排了一个宴会 要是到时候宴会上你的照片流出来 被人看见了恐怕会有麻烦吗 被什么人看见 你和你妈妈长得特别像 到时候照片流出来 你妈妈那其他六个老亲人万一认出你是你妈妈的女儿 这不可得出事 不是六个老亲人 我妈自己都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和这七个男人都有关系 只是记得名字而已 陆 爸爸回来了 过来吃饭了 你第一天回家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所以就让人稍微多准备了点 谢谢 我很喜欢 来来来 尝尝这个 还是想吃西餐 我让他们给你切好鲁排 还是先喝点汤 陆 你的宴会爸爸已经安排好了 爸爸还给你找了个男伴 你不用紧张 男伴 神 池思辰 就是今天你在大厅看见的那个年轻人 他这个年轻人很不错 家世能力都好 我问过他的意见了 他对你印象也很不错 如果你们能多接触 爸爸就更放心了 顾叔 爸 我还小 暂时没考虑这些 我知道 只是怎么说呢 你别看爸爸现在好像很风光 但其实这商场如战场 谁也说不好明天怎么办 爸爸只是想着 让你多一个依靠总是没错的 也不是要你现在就和池思辰如何 你们先接触接触吧 是的 苏洛是一名黑客 还是在全球黑客榜上有名的黑客 那几个有意见的鼓动 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有人照顾 也有医生二十四小时待命 不会有危险 是他们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还扬言要曝光您的行为 那就杀鸡警猴 是黑客如亲 等等 这个痕迹 是Fall 那个在黑客榜上的第二名 不错 之前Fall还跟您发起过好几次挑战 但您都拒绝了 给我吧 厉害 竟然顺着Fall的踪迹反黑 回去了他的摄像头 这样就能看清这个Fall的真厌目了 这是Fall 竟然是个女孩子 等等 这女孩怎么有些眼熟 好像是 这不是顾家那个女儿吗 这女人果然有问题 今天突然出现 半夜就入侵您的手机 八城市商业间谍 这是必须查清楚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的手机 你手机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当然 当然没有 好了 您 您把我和您的路径换了 没错 他看的 都是我私人的搜索使用记录 所以不是商议间谍 只是想了解我这个人 所以 所以您把您的记录换成我的了 嗯 怎么 不可以 不不不 当然可以 这个池思辰也太接地气了吧 堂堂持家长全人 竟然还和人抢红包 还拼单团购 哇塞 那么空 还有呢还有呢 还有就是小说阅读记录 EBO 穿越星际的爱情 大总和他的傲娇小情人 平南之上的爱情 全是单美文 也就是南南爱情故事 池思辰 是弯的 我的钱 是池思辰 池家行的张全人 能请到池思辰来作为男爸 顾中这次果然费尽心色 顾家这是要和池家联姻 果然是强强联手 老顾 还是你狠 女儿找回来第一天 女婿都找好了 别胡说 八字都没一片呢 别说这些 今天的主角是我的女儿 我要让你看看 我顾凌峰的闺女 有多貌弱天险 美丽可爱 执少自己玩吧 我肚子饿了 先去找点吃的 小姐 宋小姐来了 宋小姐 哪个宋小姐 是先生的一女 当年夫人怀着您下落不命 老爷十分伤心 就认了你母亲的好友 宋于宁的女儿做一女 宋小姐从小拐巧伶俐 横讨老爷喜欢 这些年一直是学院的常客 费老 你刚才说 她是谁的女儿 宋于宁 影后宋于宁 苏洛的母亲死于脑癌 师父说过 她母亲其实是中了一种毒 毒素入脑 这才催化出癌细胞 苏洛一直想弄清楚 到底是谁给母亲下了毒 可神志不清的母亲 却只浑浑噩噩的 给她一个名字 那就是宋于宁 走 我们去会会这个宋小姐 大小姐 这就是干爹的亲生女儿 也太丑了吧 就这个鬼模样 怎么和我比 你就是干爹的亲生女儿苏洛吗 太好了 干爹可算是找到你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 我叫雪儿 你能重新回到顾家 我可是太高兴了 是吗 我以为我回家你会不高兴呢 毕竟别人都告诉我 我没回来之前 你过得可就像真正的顾家大小姐一样 怎么会呢 毕竟你才是干爹真正的女儿 当然 如果你是介意我这个义女的话 我可以去和干爹去说 断绝我们的关系 是啊 我是很介意你和我爸的关系 所以你们赶紧断绝关系吧 怎么了 宋小姐 你好像很震惊 不是你自己说要我和我爸断绝关系的吗 还是你刚才只是说说而已 不是的 我只是 只是舍不得干爹 毕竟那么多年 他真的就像我亲生父亲一样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意 我当然可以和干爹断绝关系 只要你能答应我 永远照顾好干爹 你要记住 他胃不好 不能多喝酒 他还有失眠的习惯 发生什么事了 孙昂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可宋雪儿却是惊慌失措地 抓住顾林峰的胳膊 干爹 你 你别怪洛洛 我相信他一定不是故意推我的 其中 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洛 你是说 是洛洛推的你 是指了新回来的顾家大小姐推的宋雪儿 难道是因为嫉妒宋雪儿这些年得到顾总的疼爱 或者就是嫉妒人家宋雪儿比她漂亮吧 毕竟你看看 她自己那鬼样子 哪个 老爷 死龙 你摔伤了害怕我理解 但你话不能乱说 洛洛她怎么可能会推你 我们家洛洛 可是跟天使一样美丽善良的女孩 她怎么可能会故意推你 干爹 那你觉得我是在撒谎吗 住 我特别喜欢这手机的照相功能 把刚才宋雪儿的动作拍得清清楚楚 只见视频里的宋雪儿正楚楚可怜地说着 可刚好这时候一个侍从从她身边走过 她的话头突然戛然而止 然后啊 她的一声 整个人就朝后摔过去 我去 竟然是宋雪儿自己故意摔下去的 她这是为了陷害顾大小姐 可不嘛 我看她就是害怕顾大小姐回来后 她自己没法继续仗着顾总一女的名利作威作福 才使出那么下搜的手段 真是不要脸 刚才还乐人先告状 四周的人都鄙怡地看着宋雪儿 而宋雪儿此时气得几乎都要晕过去了 她真的没想到 苏洛这个乡下来的丑女 手段竟然那么厉害 还知道偷拍她 宋雪儿 我看你从小没有父亲 这些年才照浮几分 但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从今以后 我和你再没有半点关系 这顾家 你再也别来了 不 干爹 你听我说 真的是苏洛这个贱人故意陷害我 我真的没有 宋雪儿正想垂死挣扎的解释 可顾凌峰却是毫不犹豫 一脚踹在她胸口 一个不知哪来的野种 也敢诬陷我顾凌峰的女儿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谁也不知道宋雨宁 到底是给谁生了这么个女儿 上流社会的大家却都知道 宋雪儿根本没有爸爸 这一直是宋雪儿最大的耻辱 可现在却被顾凌峰 毫不犹豫地当众说出 她终于崩溃了 挣扎着爬起来就想跑出宴厅 等等 你想干嘛 不想干嘛 还给你你的东西而已 苏洛台起手 将刚才宋雪儿 给自己的礼盒递过去 你的礼物我无福销售 你还是拿回去吧 宋雪儿狠狠瞪了苏洛一眼 一把扎过礼盒 就鼓着跑出了宴厅 赵主 您说的没错 这苏洛果然不简单 先是黑客 又是今天这一处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乡下 你还能做到的 这算什么 这小东西 现在展现出来的 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脚吧 路 是爸爸对不起你 让你这样被人欺负 你刚才 真的就没有一点怀疑我吗 苏洛是真的有些意外 虽然顾凌峰现在认定 她是她的女儿 但毕竟她们本质上 还是刚见面的陌生人 而宋雪儿却是她真的 从小看着长大的干女儿 可她却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自己这边 当然没有 你可是我的女儿 就算全世界怀疑你 我也绝对不会怀疑你的 谢谢你 你是我女儿 说什么谢谢 折腾了一天 早点去休息吧 老大 小贾开始行动了 妈妈 我不活了 干爹一看见那丑八卦 就根本不管我了 我今天都丢死人了 苏洛竟然姓苏 难道是她的女儿 可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还活着生下女儿来 妈妈 你在说谁呀 雪儿 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过 妈妈以前有一个叫苏素雪的 狐狸精朋友吗 记得 妈妈你说过 那个狐狸精女人特别不要脸 仗着自己长了一张 人畜无害的清纯脸蛋 就一直抢你的男朋友 甚至还想跟你抢你的家人 可那女人不是得病死了吗 难道 苏素雪就是苏洛的妈妈 应该没错 除了那个女人 没有人会让顾凌峰那么疯狂 该死的 没想到那个女人死了竟然还能兴风作浪 妈妈 我不管 我不想让苏洛那个贱人吼过 你帮我想想办法 雪儿你别担心 这事我觉得有蹊跷 苏素雪那个女人明明早就该死了 怎么可能会有女儿突然出现 我一定要查清楚这一切 宋宇宁眼里闪过金光 可她不知道的是被丢在房间角落那个被宋雪儿带回来的礼盒之上 一个银色的机器小贾冲无声地飞出 冰冷的针孔摄像头 将眼前母女的对话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大壮 让小贾好好盯着宋宇宁 她如果有任何可以举动 立刻告诉我 好 第二天 路 爸爸看过你的户籍资料了 之前你一直没有上学 爸爸想了一下 你年纪小 多学点东西还是没错的 要不要去华夏大学上学 你如果怕赶不上别的同学的进度 我们先在家里找老师给你辅导也行 苏洛这些年是没上学 但不代表她是个草包 相反的 她会得可比普通学校里的学生多多了 不用补课 我直接去上学吧 哼 但我不想在学校里公开我是你的女儿 为什么 路 你是不喜欢做爸爸的女儿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顾家大响姐的身份太高调了 我是去上学的 又不是去被人奉承巴结的 有道理 顾凌峰一想也是那么回事 看苏洛的表情顿时更加恋爱自豪 不愧是我顾凌峰的宝贝闺女 就是那么的清新脱俗不做作